对于美国联准会恐怕继续激进升息的市场忧虑挥之不去 并且惠普和Seagate下修财测 成为科技股卖压导火线 让主要美股指数创下七年来最差劲的八月份表现 标普八月跌幅百分之四点二 道琼月跌达到百分之四点一 纳指则累跌百分之四点六 美国股市连续四天以下跌作收 四大指数全面收黑 道琼指数下跌两百八十点四四点 收三万一千五百一十点四三点 纳斯达克下挫六十六点九三点 收一万一千八百一十六点二零点 标普五百下跌三十一点一六点 收三千九百五十五点零零点 废办指数下挫三十一点二四点 收两千六百七十七点三九点 欧洲股市方面 欧盟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膨率达到百分之九点一 再创历史新高 市场加剧担忧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升息 可能预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 欧洲三大股市也全数收黑 英国股市下挫七十七点四八点 收七千两百八十四点一五点 德国股市下跌一百二十六点一八点 收一万两千八百三十四点九六点 法国股市下跌八十五点一二点 收六千一百二十五点一零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